大家好我是翠鱼,今天带来一期拳荒铃尔,欢迎在一起来一期版比赛解说,这场比赛是肖春拳大战小小 好,送分的玩法,一个选人,两个随机,开场肖春拳用克里斯大折克里斯手发 对于看小小的卢卡尔 其实小小也是肖春拳的劲敌啊,他们两个几斤交手,都难分出胜负 现在卢卡尔轻拳四点,剪刀脚开BC,小小的技术明显又进步了 一拳打飞超杀班允 肖春拳就这么被秒掉了 那么肖春拳肯定是不会甘心的 以他的技术,他能不能翻盘 我们来看肖春拳下一个红丸 这个红丸的拳脚非常厉害啊 在02封运在一起207版本里面仍然 实力不减,薰托马斯一段两段 薰托马斯三段 三段之后,薰托马斯四段雷光拳 其实现在的话可以接超杀雷光拳了 但是他没接上,没接上 特别小小的老卢呢,也只剩一滴血了 只要再掏一脚就直接带走了 肖春拳现在是以锈为主 也是双锋都是以锈为主 也打得太多了 都不求胜了 先锈再说 现在是要小小的气甲射 气甲射做好防守 红丸又一个轻腿薰托马斯开过去了 一段,两段,三段薰薰托马斯 能不能开满五段 这一下还是没有开满这套连招 没有打拳伤害 红丸呢,就给他一发红丸头 闪神片招,气甲射要不要上当 气甲射清拳点杀,争气拳取消 板边开,大招嘛呀 板边他可能会开双BC 真的开了一个双BC 不出我的所料 双BC之后,蒸汽拳取消 接一发炮拳 哦,接一发 其实这是隐藏 这招的话 气甲射的怒吼 现在隐藏变成了变身 哦,变身之后也没有用 没有血了,主要是 后面又没有稳住 又有点急 急导致气甲射就这么没了 第四个回合小小的克里斯 克里斯轻角两点 直接开BC 板边滑铲滑过去 红丸也是应声倒地 就这么没了 那么接着来看 消沉拳下一个角色吧 消沉拳的气甲射 气甲射出马会为一个顶俩 现在气甲射 这是根枯大地 气甲射 气甲射闪一下先 都是最后一个角色 气甲射跳,跳,再跳 克里斯 防住 气甲射继续跳 逆向呢 也没有打到 这一局小小还是比较认真的 变身 变身大蛇克里斯 变身就被投了呢 这是出事不利 打击都上天 开始了 哦,中间断招了 那么再打击都上天 接入大蛇蹄没有 连续的打击都循环 接入一个BC 双BC 那么现在克里斯像跳舞一样 就 对,跳来跳去 这样子 脚跳完 手跳 手跳完 脚跳 然后接入大蛇蹄 上 现在肖射拳血量 一点点一秒的时间 哦 小小变身大蛇 预防肖射拳偷袭 其实肖射拳也变身了 那个反弹劲 没有反弹到 好,下面来看下一局 好,下面来看第二局 第二局的话 小小是 对,有一个切甲射 克里斯 还有夏二米 哇塞 选出了大蛇组一队人呢 开场肖射拳用K手发 看K能不能利用他的灵活 两家住了 BC取消圣龙 再生 圣龙硬拗 板边滑过去 片手出来一手大招 这一波超狂操作 也让小小也是慌了 现在K继续滑过来 轻腿压起身 再压起身 轻腿下反 点BC 板边圣龙接取消 然后踢上一发火球 火球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圣龙取消 计划产 圣龙连续的 哇那大招来吧 扔眼睛 好,现在小小血量一跌 现在说躲过了K的火球 但是这点血量 闪身肯定是挨打 K的招式还是帅 现在来到小小的替甲射 干枯大地替甲射 替甲射清A两点三点 一直在用清A 掏出手的下盘 现在K呢 防住 看还能不能利用 他灵活 灵活多变的招式 来打击这个切甲射 切甲射一直在想下A 他的起手方式 也只是这个下A了 没有办法 起手方式还是挺单一的 下青角没办法 奥兰连住了 下清A直接起手 好,板边 蒸汽泉做一个乱队操作 直接带走了 没有血了 下面来看 肖射权的 去夹射 肖射权的这个下A 这下是队友之战了 第三个回合 小小清A确认 板边BC 蒸汽泉做取消 小小还开了个双BC 那么肖射权这个下A 看来是招不保息了 命不久矣 炮拳 来一炮 后面肖射权的下A 他会不会和对手赌命 肖射权看他要不要赌命 一脚踢飞 接一个暗黑雷光拳 血量都不多了 小小会不会和他赌命 肖小变身 下A的话 好 现在双方看来是要赌命了 这个情况 不出我的所料 下A 好,吹一发 批到谁 天空一声巨响 直接批在了小小身上 一看到这个隐藏大招赌命啊 就想到了占天成 但是今天小小取代了占天成的位置 直接挨了一雷 现在小小还会和他赌命吗 不再和他赌命了 小小也是不愿意再和他赌了 好吧,来看第五个回合了 第五个回合 肖身拳的草体精 好,草体精快速压住 克里斯跳地压起身 青脚底下盘 三点四点 后抓没抓住 后面克里斯又一个空中弹跳C地 反身会跳起来 中拳出击 滑铲开BC 然后板边升了取消 接入一番超比赛 让吧 后面肖身拳 血量也不多了 小小的话 继续后撤跳入 草体精两点三点 七十 这不是该上天 板边硕铁烧起来吧 燃起来 好,中间双BC已经开到 后面超比赛 生龙双火 双火拿下 肖身先表示 又嗅到了 现在比分一比一了 进入到第二局 第三局 第三局的话 小小的猴子做防守 但是K49快速掏了个滑铲 这一下子就打掉半管血 如果K49再来一套的话 那这个结果也都知道了 一管血就没了 现在小成全的K49 人家的非常猛烈 烧 刺 一点血 扑子起来 好,猴子逆向 开BC K49呢 烧啊 猴子确实没有稳住 K49可是一个小boss 不简单 当年谁会用K49 那真的是风靡全场 风靡无游戏听 风靡一时啊 武功烧 先来半管血再说 小小呢 小小的猴子马斯也开起来了 一段 两段 两段 之后他没有再接起来三段 清前接雷光拳 废掉K49 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下面来看 肖成全的温尼莎 第三个回合 红丸又是一脚踢飞 但是温尼莎也是快速破防了 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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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做好 清脚旋徒马斯 清脚两点旋徒马斯 红丸 你向哪 被套 温尼莎 BC旋徒马斯来 不雷光拳 今天那个肖成全的温尼莎 截斗有点乱 红丸呢 BC开起来 清烦一乱 一乱情迷啊 这个温尼莎 哦 选择马斯雷光拳 又一发 好吧 现在来看下一局吧 下一局 肖成全的金冠杖 红丸快速跳起来 压一发起身线 肩甲翻两段三段 你向压 肖肖血量一点点 那肯定是不行了 这局肖成全有肩甲翻 应该问题不大 接着看小小的克里斯 好 克里斯空中弹跳 他一跳地压住起身 开BC 失误 失误了 很大的一个失误 在肖成全面前失误啊 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你看肖成全打上一套 就下手特别狠 而且还是双BC双霸起脚 中间大招起飞 空中一发 找比赛 带走 没有血了 现在比分直接2比1 那么咱们接着进入到第四场吧 今天这个抢三还是挺胶着的 这局小小的话有一个 对 雅典娜 每一局的人物都不一样 貌似三问了 现在都是 这局呢 肖成全有一个库拉 他说小小必预先征服库拉才行 库拉大家都知道 在此版本就是一个bug的存在 圣龙顶到就是带入超杀 一套秒了 不拿下库拉绝对是不行 现在来到小小下一个 温尼莎 温尼莎勾拳摆拳 快速抢招 抢招之后开一发BC 这是在等肖成全出招了 刚才对 不动了一下 沉默了一下 温尼莎一顿乱锤 反边开出大招吗 开出一发超杀 可能要拿下这个库拉了 必须拿下 要不然真的没得赢 哦还有一滴血 幸好拿下了 一滴血也是挺吓人的 黑温尼莎果然猛 第三个回合 肖成全的利梅 开场和他碰一碰 利梅的这个腿啊 非常粗壮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 喜欢这样的腿啊 哦 跳 哎 两点三点 一脚BC 开上去啦 其实利梅就是腿上功夫 也可以看出 腿上功夫大于手上功夫 连招连起来 很凶 也是高手必选角色 高手专属角色 新手新玩的话 肯定用不好这个角色 跟你看小小的克里斯 最后一个角色 先逃一下 然后闪到背后 逃下面逃到了 逃到就是开BC带入 板边双BC 肖成全已经是没了 应该 一波空中射杀 现在肖成全一滴血 第五个回合又到来了 第五个回合 看肖成全的迈拙 开场弹一发CD 迈拙 勾腿勾过来 勾过来 连续勾 刺 连续刺 大招板越上 然后发个波 克里斯还是滑过来了 滑过来 连续的滑 然后接入一个必杀 没想到小小翻盘了 双方还要决战第五局啊 第五局看谁胜谁负吧 现在双方都是三位 诶 有一个选人 有一个选人啊 小小选了一个克里斯 明显是 肖成全的 纳尔夫首发对抗 利安娜 这又是队友之战 利安娜暴力著称 但是这个纳尔夫的蛮牛状 真的让人扛不住 一直撞击腹部 这怎么能行 暴走啊 失误了 哎呀 暴走戒连招没接上 如果接上肯定很秀啊 这一套 两点手刀取消差 手刀再差 还是没有连好 大招 哇 在失误中干掉了纳尔夫 可能是这种高速度 让肖成全接受不了 现在来看肖成全的黑不止火舞 哇 开场暴走砍半管血 暴走以后就速度加快 手刀疯狂的差 做防守 嗯 完了 暴走以后 必须压制要上去 防御也要上来 不防御的话 血量不多了 因为 现在来到小小的李梅 大象腿又出现了 现在不断 反边取消 取消 接住 大招 小小血量不多 看李梅 看李梅再抓我防守 然后掏个下盘 李梅真的还要开始了 利用他的大象腿进行袖操作 哦 收 收了 哦 还被投了呢 最后 不之后还是狂啊 跟我逼腿表示 没有服过谁 但是不之后 心里这么想的应该是 现在看小小的克里斯 哦 跳 后抓 没有后抓 划铲又想划一下子 今天消失前气情满满 克里斯跳过去开发BC 但是被中断打中 不之后 一直在强开BC 但是如果在暴击状态下 是不加气的 暴击状态下 还是有一阵限制的 不是说就能无限气 机会 一波BC带走克里斯 问题不大 三比二拿下 大家来不关注每天更新